他和女友相恋于网上 没见过面的两个人竟然做起了生意 女友告诉他生意失败 还得了癌症 急需借钱救命 为帮助女友 他接连花了二十多万元 女友最终独治身亡了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 忘癌的两任女友 法律讲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8年大年初三 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 我国南方某城市郊区的老张家 却传来了老张和儿子张浩的争吵声 老张不依不饶地对儿子说 你可得给我赶紧找对象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 过年这些天 每次父母提到这些事情 张浩就很不耐烦 自己也想带网恋一年多 却还没有真正见过面的女友王小婷回来呀 可是就在张浩打算邀请女友王小婷到家中做客的前几天 王小婷在视频里眼泪汪汪地告诉张浩 自己在单位体检的时候 竟然被查出来身患猴癌 最近几年来自己也交往了两任女朋友 可谁能想得到在前任女朋友患癌去世之后 第二任女友竟然也被查出来身患癌症了 这对张浩这个小伙子的打击实在是不小 难道自己是女友的客行吗 可是再琢磨琢磨两任女友都患癌这事 会不会太凑巧了一点呢 而且张浩与女友王小婷都往连一年多了 怎么一次都没有见过呢 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呢 要弄清楚这些 咱们还是要从张浩的前任女朋友刘莉莉开始说起 张浩是一名电脑网络工程师 本身性格内向比较窄 社交圈呢也小 一直也没有个对象 这一黄眼啊 毕业也已经十年了 父母逼婚的次数越来越多 张浩内心也不禁着急起来 张浩平时没有什么爱好 闲暇时候啊 就在网络上打打游戏 张浩在游戏中结识的一名女玩家名叫刘莉莉 两人经常一起组队打游戏 在微信上啊 经常聊些游戏的心得技巧 随着二人越来越熟 游戏之外的工作啊 生活也都摇得越来越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张浩觉得刘莉莉风趣幽默又活泼 热爱游戏的性格和自己也很合拍 就对刘莉莉展开了追求 就这样两个人因为网络游戏结缘 互生好感 随后张浩就对刘莉莉展开了追求 让她出乎意料的是 刘莉莉很快就答应了她 做了她的女朋友 确立恋爱关系的两个人 聊天的话题也从网络游戏 转到了现实生活中 通过线上的交往 张浩得知 刘莉莉在外地一家服饰公司 从事销售工作 刘莉莉告诉张浩 她呀在服饰公司 掌握了经营运作服装行业的一些技巧 打算辞职开一家网店 专门从事服装销售 张浩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一起入股啊 张浩之前一直没有谈过恋爱 刘莉莉的出现让她十分的珍惜 出于对刘莉莉的信任 也为了支持女友的事业 张浩同意入股 并陆续转账近十万元 给刘莉莉用于进货等经营开销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过了半年 刘莉莉突然告诉张浩 由于市场原因 网店啊已经开不下去了 她给的十万元和她这些年的积蓄 已经全都亏光了 在张浩还没来得及仔细询问时 刘莉莉已经情绪崩溃 深陷自责之中 在微信视频里边哭边说 亲爱的 我真是对不起你的信任 我也没脸见你了 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对于张浩来说 她损失的只是自己投资的十万元钱 但是当她看到女友为此哭得气不成声的时候 她却更在意女友的状况 对于那十万元钱的事 她却只字未提 本因为这次事件之后 女友的心情能够平复下来 没有想到女友再次传来不好的消息 就在2016年9月份的一天 正在上班的张浩 突然接到了刘莉莉的电话 电话中 女友的声音很是疲惫 亲爱的 不好了 我被查出来得了血癌白血病了 恐怕以后再也不能陪你了 刘莉莉边说边哭 张浩急忙安慰道 别哭别哭 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在刘莉莉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张浩得知了女友的病因 原来 女友由于前段时间生意失败 经济上非常拮据 为了省钱呢 就搬到了一个刚刚装修好的群租房里 怎料到 房东竟然为了节省开支 用了甲醛含量超标的材料 装修房屋 几个月待下来 刘莉莉开始觉得身体不适 频繁发烧 关节疼痛 身体啊 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出血 刘莉莉去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确诊 刘莉莉患上了血癌白血病 情况很不乐观 恐怕时日无多 张浩听完这些 犹如舞雷轰顶一般 心疼得不行 他强忍着心中的震惊与悲痛 宽慰流利利说 白血病虽然严重 但也并非无药可救 无论如何 我都陪你渡过难关 张浩再三要求去陪伴女友 都被女友拒绝了 随着女友开始接受治疗 她的花销也越来越大 每当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友开口 向她借钱的时候 她都毫不迟疑地倾囊相助 哪成想 她为了帮助女友治病 竟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但是经过半年的治疗 女友流利利的病情 却丝毫不见好转 身体呢美况愈下 张浩看着视频里 女友憔悴的样子 甭提多心疼了 张浩多次提出 想要去看望病中的女友 均被刘莉莉用各种理由拒绝了 张浩只好答应刘莉莉 等她病好了再见面 但是 就在2016年年底 张浩接到了 自称刘莉莉的闺蜜 王小婷的电话 王小婷告诉张浩 刘莉莉已经不治身亡 女友刘莉莉莉 婴癌去世后 张浩又收获了另一段网恋 就在两人热恋的时候 张浩的新女友 王小婷又病了 女友王小婷提出分手 张浩会同意吗 两任女友接连遭遇癌症病痛 她该怎么办 患癌的两任女友 法律讲坛正在播出 虽然从未与刘莉莉 在现实中见过面 但是想起与刘莉莉 曾经的点点滴滴 再想想刘莉莉 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张浩就觉得痛不欲舍 就在张浩沉浸在悲痛中时 刘莉莉的闺蜜王小婷又出现了 她经常通过微信安慰张浩 和张浩一起缅怀刘莉莉 也一直鼓励张浩 希望她振作 在王小婷的嘘寒问暖中 张浩慢慢走出了阴影 也对王小婷产生了那么一丝好感 和王小婷聊天 张浩觉得十分的开心与放松 而且通过两人偶尔的视频聊天 张浩发现王小婷竟然与刘莉莉 有些神似 王小婷说 自己和刘莉莉从小一起长大 行为举止本身就很像 加上平时两人也会一起化妆 化妆风格也很相近 有些相像很正常 两人一起逛街的时候 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姐妹 听了王小婷的解释 张浩觉得 王小婷就是老天赐给自己的另一段缘分 将自己对刘莉莉的感情 倾注到了王小婷的身上 王小婷在不经意间向张浩表达了好感之后 这张浩再也按耐不住 向王小婷发起了爱情攻势 起初呢 王小婷以闺蜜刘莉莉 过世不久为由 婉拒了张浩 可张浩却觉得 自己啊 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难得遇到如此贴心之人 这机会难得呀 架不住张浩的各种嗜好 王小婷成了张浩的第二任女朋友 就在张浩和女友王小婷 刚刚确立情侣关系不久 厄运再次降临到她的身上 女友王小婷在单位体检 被查出身患猴癌 主动向张浩提出了分手 那么张浩会同意分手吗 在张浩看来 女友为了不拖累自己而提出分手 愈发能够证明女友的善良与独立 这样的好女孩张浩不愿意放手 她敦促女友尽快治疗 并主动提出借款15万元给女友治病 她不希望王小婷走前任女友 刘莉莉的老路 可是与前任刘莉莉每次都乖巧的 收下张浩给的钱不同 这个王小婷却并不打算 接受张浩的借款 网络聊天时 王小婷说 我呀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爱情里 掺杂利益和金钱 一旦我用了你的钱 我就会觉得亏欠你 我想要的呀 是真正的全心全意的爱你 而不是因为亏欠或者其他原因 张浩听完是更加的感动 有女友如此 夫妇何求啊 这王小婷呢 虽然还是不愿意直接接受张浩的借款 却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王小婷说 自己名下有一套洞迁安置房 但是还不满法定的出售年限 所以呢 无法正常出售 自己啊既不想占张浩的便宜 又急需要用钱治病 要不就把房子抵押给张浩借钱吧 王小婷还提出 可以把房产证寄给张浩 这样呢张浩就不用担心 自己会把房子出售 或者再抵押给其他人了 张浩觉得 女朋友王小婷 真是个 甚至是为别人着想的好女人 就在两人口头约定好后 张浩就给女友王小婷 赚去了第一笔钱 王小婷果真将她的房产证 寄给了男友张浩 紧接着张浩又给女友 赚了第二笔钱 第三笔钱 就在张浩将这三笔钱 于三十多万元 全部赚给女友后 女友王小婷 却和她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张浩每天在电话里 微信上 对王小婷嘘寒问暖 十分地关注王小婷的病情 可王小婷那边 却日渐冷淡 每次都用在接受治疗 或者吃完药药休息来推脱 有时候啊 还不回复张浩的消息 面对这种情况 张浩觉得 一定是由于 王小婷生病 心情低落导致的 因此啊 张浩就跟王小婷说 一定要到王小婷的城市 来看看她 在女友的身边 与女友一起战胜病魔 张浩在向王小婷提出了 自己的想法后 王小婷却是明显地愣了一下 与张浩满心欢喜的期待不同 王小婷又一次以自己生病身体不好等等理由 拒绝了张浩 拒绝了张浩 甚至在张浩询问自己住处的时候 更是连连拒绝 一次挫折 并没有张浩灰心 张浩手上有女友王小婷 动签房的房产证啊 那上面不是有地址吗 不管女友是否住在里面 都可能会找到 联系到女友的线索 张浩呢 决定在不告诉王小婷的情况下 到王小婷所在的城市找她 当面向她求婚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做了决定的张浩 便向公司请了几天假 满心欢喜地踏上了 去女友所在城市的列车 一路上她难以掩饰 自己内心的激动 因为列车正带着她 一步一步向女友靠近 然而事与愿违 当她下车 马上就要和女友见面时 却被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 来到房产证上的地址 张浩敲开了房门 房屋内居住的是一对小夫妻 对于陌生人张浩的到来 两人是十分的警惕 张浩忙解释道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这套房子的房主是我女朋友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跟王小婷是什么关系啊 知不知道王小婷住在哪啊 二人听了张浩的话 反而更加警惕了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什么叫王小婷的人 这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 你是什么人啊 张浩听了二人的话 也是一愣 不可能啊 王小婷可是说 这房子是洞签房 根本不能过户啊 而且这房子 王小婷已经抵押给我了呀 房产证都在自己这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浩拿出了房产证 小夫妻二人 接过房产证看了看 告诉张浩说 这地址啊 是对的 但是这王小婷什么的 我们确实不认识 我们这套房子 也不是什么洞签房 是当时开发商出售的一手住宅 我们从开发商那里买来 已经好几年了 房产证我们也有 为了弄清楚真相 张浩拨通了女友王小婷的电话 就在女友得知张浩来意后 竟慌张地挂断了电话 当张浩再次拨过去时 对方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女友的这个举动 让张浩开始起了疑心 难道女友王小婷有事瞒着她 那本房产证到底是真还是假 小夫妻二人看着张浩拿着房产证 一直站在家门口不走 就决定报警 警察赶到了现场 跟张浩说 他呢可以先到有关部门 查询一下房产证的真伪 同时提醒张浩 如果房产证查验下来为假 他真的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 建议他及时向警方报案 张浩在听了警察的话之后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去查验了房产证的真伪 但是查询的结果 让张浩彻底崩溃了 张浩手上的房产证 果然是一本假证 张浩觉得自己被骗了 几经犹豫 张浩还是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张浩找到女友王小婷后 竟揭开了女友的真实身份 不仅如此 张浩还得知前女友的一个秘密 张浩的两任女友 都是这个男人假扮的 那么张浩被他骗走的 五十多万元钱 还能要回来吗 患癌的两任女友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方在接到张浩报警后 十分重视 顺着张浩提供的线索 警方全力侦查 找到了张浩的网恋女友 王小婷 并在其租住的出租屋内 将其抓获了 但是让张浩以及办案民警 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王小婷竟然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其姓名刘强 男性吴业 假扮成女性化名 王小婷和张浩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警方还发现 刘强不仅冒充了张浩的现任女友 王小婷 就连张浩的所谓已经去世的前女友 刘莉莉 都是刘强冒充的 据刘强供述 自己体型瘦小 长相清秀 声音间隙 还比较擅长化妆 利用现在流行的美颜和变身功能 假扮成女性 几乎可以一假乱真 后来刘强发现 自己化好妆 穿上女人的衣服上网 以女性的装扮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网友基本上都会把她当成女性 除了有个别人说她声音有些粗 不太女人之外 基本上没有人认出 她其实就是个男人 这让刘强获取到了认同感 因此刘强就经常在互联网上 扮成女性与男性聊天 在与男性聊天的过程中 他还发现 女性装扮的自己 很容易就会获得男性的好感 连打游戏的时候都会受到照顾 有时候自己生日或者节日 还会有人给她转账或者发红包 网友们的这些举动 让刘强发现了自己的优势 不用工作 每天只要她扮成女人 在网上跟人聊聊天 说说话就能赚到钱 对她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为此刘强找到了她的身材之道 在认识张浩之前 刘强虽然也骗到了一些钱 但是数额不大 当事人虽然察觉有问题 但是由于钱不多 也都没有选择报警 在认识张浩之后 刘强发现张浩比较单纯 为人也大方 于是就开始琢磨起 怎么从张浩那里能骗到更多的钱 刚开始的时候 刘强化名刘莉莉 谎称自己开网店 找张浩投资 为了获取张浩的信任 还特意从网上下载了 许多仓库啊 货品的图片发给张浩 谎称自己是在进货 之后呢 又说自己生意失败 事实上 张浩的投资款 早就被刘强挥霍一空了 刘强称啊 当时他担心 张浩已经对自己生意失败的事情起了疑 因此呢 就谎称自己患癌生病 借此转移了张浩的注意力 没想到 张浩竟然十分紧张自己 期间呢 只要以看病治疗为理由 向张浩借钱 这个张浩几乎是有求必应了 再从张浩那里 又一次骗到大笔钱款后 刘强发现 张浩啊 一直提出来要看望自己 眼看着这戏 再演不下去了呀 刘强决定 就再演一场 患癌后死亡的戏码脱身 但是 在刘强冒充刘莉莉的闺蜜 化名王小婷 告知张浩 刘莉莉死亡的消息的时候 他发现 张浩在吃惊悲痛之余 却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怀疑 甚至啊 旁交侧击 从张浩口中获知 其对于刘莉莉之前看病的借款 也没打算讨要啊 这个刘强就动了换个身份 继续从张浩那里弄钱的想法 在张浩 与王小婷两人确立关系之后 刘强觉得 这再用投资款 或者生病骗取医药费的方式 一定会引起张浩的警惕 就又想出了抵押房产借款 筹钱治病的戏码 而所谓的房产证 也是刘强通过网络购买的假证 而谁承想 最终呢 也正是这本假的房产证 让刘强露出了骂脚 张浩这才得知 自己网恋多年的两任晃癌女友 竟然是一个男人冒充的 她的钱 她付出的感情 都被这个男人 一场又一场的骗局骗走了 她该怎么办 她积攒多年的五十多万元钱 还能要回来吗 短短的几天之内 张浩就受得脱了心 张浩对警方说 一定要严惩这个 假扮女性骗钱的犯罪分子 可刘强雪生生 自己只剩男扮女装和张浩谈恋爱 无论是自己假扮刘莉莉患癌 还是假扮王小婷患癌 张浩可都是自己主动自愿地掏钱出来的 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就犯法了呢 那么 刘强的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呢 这里就要讲到今天的关键词 诈骗罪 诈骗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 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务的目的 侵犯的课题呢 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 在客观上 表现为使用诈骗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 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 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 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 做出财产处分 行为人呢 获得财产 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失 在今天的案件当中 有完整的证据链证实 刘强假扮女性 虚构身份 以感情交往为幌子 编造虚假事由 骗取钱款的事实 这个刘强啊 跟张浩提出的 所谓开网店投资也好 患癌也好 制作假房产证 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也好 他的根本目的 都是为了骗取张浩的钱款 非法占有张浩的钱财 他的行为呢 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 刘强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 同时责令 退赔全部相关款项 与此同时 警方根据刘强提供的线索 也顺藤摸瓜 将一个制受假征的窝点 一举捣毁 张浩得知 刘强已经被依法制裁之后 也渐渐地从刘强 带给他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对于网络社会中的真真假假 也有了相对成熟的看法 在这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自己被犯罪分子精心制造的恋爱假象 冲昏了头脑 连网络的那一端 到底是人是鬼 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就盲目地相信他人 轻易地被人骗了钱和感情 而不自知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信息技术发达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越来越便捷 通过一台电脑 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 与此同时 也给犯罪分子 带来了可乘之急 利用互联网社交软件 实施违法行为的案件 层出不穷 骗人的花样也在不断地翻新 在此 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擦亮眼睛 谨慎交友 一旦涉及到钱款问题 应提高警惕 避免通过微信 支付宝等便捷转账渠道汇款 通过银行账户转账汇款时 也应当明确收款人的信息 对于收款人与聊天对象不一致的时候 可以要求对方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必要时 需要对方提供身份证件 并到场签订书面协议后再汇款 避免上当受骗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子要和男友结婚确凿反对 原因竟是女子父母先男子家中贫寒 AA制是他能和徐超顺利结婚 已经婚后生活幸福的保证 为顺利结婚男友同意AA制 却发现矛盾重重 你想要玫瑰花 你得自己去买呀 不久丈夫做生意欠下巨款 实行婚后AA制的妻子 需要承担丈夫的债务吗 AA制风波法律讲堂下期播出